今天是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 视频的开头先看一个热搜 话题周深官宣加盟微博之夜登上了热搜网 而且周深本人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亲自发布了这一动态 可能很多人一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但是本次是官宣一切尘埃若定 只需等待3月25日也就是本周六周深的红毯 回顾去年的2021微博之夜 周深的歌曲《光亮》和《何光屯春》 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三名的排名 入选了年度人气音乐作品 而今年的2022微博之夜 周深的歌曲《花开忘忧》 则是以第三名的位置 同样成功入选年度人气音乐作品 去年因为某些原因 微博之夜并没有举办线下活动 周深也很遗憾地 于微博之夜的舞台擦肩而过 今年的微博之夜 希望周深能够把失去的补给大家 带给大家一个完美舞台 目前微博之夜的盛典直播 已经开始在线预约了 因为视频中不可以出现二维码 所以小编会把直播预约的连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介绍区 接下来还有一个周深的热搜 那就是话题 周深赵少刚《种地霸》录制露透 也登上了热搜榜 我们都知道周深为综艺节目《种地霸》 养成了主题曲《牙》 如今周深又空降节目的直播间探班 给节目中的《种地霸年文》 松散了蛋糕之类的小惊喜 确实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从路透上来看 周深和张少刚录制《种地霸》 还带了一块扁 让人充满好奇 期待在《种地霸》的正片中看到周深 视频的最后 我们再提一下《奔跑吧》第十一季 该节目预计将会在 3月27日到31日之间 开启第一轮录制 首期被爆将会在四川成都录制 这也就意味着周深是否确定 加盟新一季的《奔跑吧》 也很快将会有结果了 你期待周深能够继续加盟 《奔跑吧》第十一季吗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面更新